台中市近来积极地打造智慧城市 除了顺应跟上时代趋势 要在冯甲一中跟天津的23个商圈 建置行动支付服务 提升消费便利性 而台中是自行车产业的重镇 也预计在年底要完成300站的i-bike自行车站 也为了落实绿色运输 引进了电动公车 取代以往传统公车 带来的废气跟噪音 目前已经有44辆 全台湾数量最多 美食商店林立台中指标冯甲商圈逛街 人潮罗一不绝也带来了滚滚前潮 而为了呼应时代的潮流 将增加行动支付服务 积极打造智慧商圈 冯甲或是一中商圈 那么已经陆续都有第三方支付的业者 希望能够在三年内 尽量达到23大商圈 都有一定的程度上面的建制 期望结合科技服务 让消费者购物更加便利普及 而除了智慧化 台中市近来也力推地碳化 为了推动绿色运输 台中利用在地产业优势 积极全面推动i-bike 第一方面也引进44辆电动公车 数量全台第一 要取代传统公车 带来的废气及造音污染 而智慧化也逐步扩充到其他层面 位于水南经贸园区内的水资源回收中心 未来完工之后 每年将减少525万公吨的水资源消耗 一步步推动新建设 规划从产业及生活面 带动台中成为国际级的智慧城市 记者黄世文黄明旭台中报道